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月 现在我已经知道陈大哥为什么要跟我分开了 因为他的公司没有了 他觉得他不能给我更好的生活 他也不想让我跟在他一起吃苦 但是小月想告诉大家 小月不是那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人 跟陈大哥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他对我的好,对我的点点滴滴 小月永远都记在心里 现在我也知道了 他跟我分开 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想跟我在一起 而是他怕连累我 怕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安稳的生活 姐姐阿姨们 小月已经想好了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小月的想法 我决定一直陪在陈大哥的身边 陪着他一起去努力 一起去奋斗 他需要时间 小月就给他时间 他需要帮助 小月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 尽管小月的能力有限 我相信 有家人们的陪伴和鼓励 我和陈大哥 我们两个人 一定能够创造出 属于我们的幸福生活 听说明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